好 陆方在旅游方面呢 对于这个台湾释出了善意之后 但是呢松绑只限福建 我们来看一下交通部长王国财的说法是 乐见中方的善意 但是他认为开放程度太小了 而且呢我们再来看到旅行团来台 是以平潭航线复航作为条件 相关的开放呢 安排不符合对等原则 后续呢还会由相关部门来做 进一步的厘清再来做决定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对岸呢 其实还有释出其他的善意哦 同时呢国台办呢现在也说话了 他们敦促台湾呢 恢复30个航点与空客直航 国台办认为往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不便哦 因此呢也有特别点名了 希望台湾能够充分考虑两岸民众 以及航运企业的诉求 尽快恢复包含了平潭到台北 平潭到台中等等的 两岸海上客运直航 恢复开通天津在内有10个大陆航点 跟台湾的空中客运直航 接下来呢我想请问一下亮哥哦 因为大家都说 其实旅游业者也认为说 陆方已经对于台湾已经是连三波的事好了 包含从马协二会到国台办 好 另外到王沪宁等等哦 但是呢接下来呢这个政府到底该如何接招呢 他不会接招啊 他通通都反对啊 不跟他接触了都不算啊 民进党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 就执政党对执政党 那在野党的都不算啊 所以他要的还是要回到两会了 就是你 因为细节不知道嘛 比如说大陆说要开放20个城市 那这指的应该是自由行吧 他没有讲到团客啊 那所以王国财才会这样说嘛 因为王国财他交通部要的是团客啊 自由行他也不会反对了 可是他就是要你要跟那个行政部门协商啊 所以我坦白讲我对两岸是非常悲观的啦 我认为赖清德的520演说 目前包括蓝绿白红可能都没有期待了 那反正没过关就没有接触吧 那没有接触国民党不断的接触 可能会要到一些东西 那比较可能会接受的就是 比如说文旦可不可以卖到大陆这一种的 那这个他就会说 你这个经过我农业部的同意 陆委会的同意 那我就允许你卖到大陆 那为什么他会同意呢 因为呢攸关台南的利益啊 所以他大概会通过 你也不能直接卖啊 你还是要经过农业部跟陆委会的同意啊 那另外如果涉及要中央政府同意的相关的政策 我认为只要大陆没有跟海基海协两会的协商啊 或者透过负委托让两岸的交通的单位协商 我认为都不会过了 都不会过了 都不算数 当然不算数啊 因为怎么可能这样谈的就算数了 怎么可能呢 接下来会有一些细节啊 比如说不是在大陆不是讲了吗 说你要开放一些航点啊 对 那这个就是要协商嘛 不然怎么弄啊 那因为没有接触嘛 那怎么谈怎么实施 就没办法实施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会累积一个过程啊 就是那大陆认为赖清德并不愿意做 这个两岸政治定位的回应嘛 那结果呢 你又看到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人 不断的去大陆做交流 然后民进党都不能去嘛 所以你就会一直看到 在野的立委啦 县市长啦 不断的去 那希望寻求一些交流跟突破嘛 然后这个中央就一直拒绝 一直拒绝嘛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因为我有看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大陆可以先开放旅客到金门 跟马祖做离岛旅游 接着台湾方面宣布解除禁团令 然后再由大陆开放旅客来台湾 金门还没有啦 是马祖啦 对 它说如果说按照这样子有秩序的 一步一步这样子 这个有可能吗 去马祖也是要中央同意啊 对 马祖我是觉得有可能 可是因为它希望能够连接到 搭海峡号过来台中嘛 那这个台湾不会同意啦 不会同意啦 那不会同意你认为有意义吗 马祖那么小 那福建人真的有佑英去马祖旅游吗 这个到时候岂不是挤爆了 因为马祖很小 那如果福建的人集中到马祖旅游 因为他就在连江县的对面嘛 因为我去过 我去过连江县跟平潭啊 马祖非常小啊 那个如果不能够搭海峡号过来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到台湾旅游 我认为佑英很有限啦 金门还相对大一点 可是你看金门就卡到了 那个渔船相撞事件 现在没有金门 然后卡在撞船事件 到底该怎么解决 看起来也是无解啊 目前看起来都无解啊 我跟你讲这个啊 这个一定会有两岸一番折腾啊 可是这个东西就牵涉到 台湾的民意的问题了 就是说旅游业会不会上街嘛 你要不要去表达你的抗议嘛 说人家都已经示吼了 你还不开放 就用你的意识形态 那民进党一定用这样来回你嘛 说他不愿意跟我的海机会谈啊 不愿意跟我的外交部 那个交通部谈啊 那我怎么弄啊 他一定会这样回你的啦 那他丢出这样的问题 没有任何人能回答 怎么回答 这个旅游业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一定会回来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接受九二公司 又回到这里了 又回到这里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僵着啦 可是大陆的耐性 我认为也不会拖太久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 实际上习近平还有包括 这次的王沪宁啊 还有宋涛啦 他所释出的善意 如果民进党一年都没有接啊 那我认为接下来两岸会迅速恶化 就会迅速恶化 所以你的观察的时间可以有一年 可能更长啦到2026啊 2026是个选举嘛 对啊 可是我认为就是说 人家给你这么大的一个软球善意 你都不接 那接下来就公事公办啦 就是这样 我进一幕还要再想问一下这个两个 因为这一回这个 傅宽奇跟王沪宁两个人见面 是在新疆厅 那外界的解读说 其实选在这个地方是蛮有深意的 因为呢他是1993年孤王会谈之前 海鸡跟海鞋的预备性磋商的地点 那您怎么样看这个部分 另外呢 其实王沪宁他讲的话 其实也是蛮好的 他说应该要常来常往 同时他也有直接点名了 傅宽奇在此刻愿意来大陆访问 其实是很有善意跟诚意的 对啦 因为立委只代表民间啊 对 我大陆对民间本来就是欢迎的啊 那只是说 你要变成两岸的政策 那台湾这边就是坚持要中央政府决定嘛 就是这样啊 所以就卡住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话对民进党来讲 等于没有听到啦 他根本不会在乎啦 你可以去看立委的反应嘛 包括吴思雅 王定宇都出来讲话了嘛 他们都一面倒在骂傅宽奇嘛 对啊 他就说你不留在台湾顾震灾 他也跑去大陆干嘛 那傅宽奇当然也可以讲啊 我也是在争取花莲的 农余产品出口啊 对不对 然后今天我也看到 朱凤年出来讲说 他愿意捐组合污啊 对不对 那组合污对不起啊 也是要内政部同意啊 不然也运不过来啊 那吴思雅还在那边讲风凉话啊 说你讲那二十几年的组合污 有什么用 所以我跟你讲 你听到的都是这一类的东西啦 所以到最后两岸的氛围 一定搞砸的啦 所以我是一点都不乐观啦 好我问一下张将军 你怎么样看傅宽奇 其实傅宽奇这一回 帅团去大陆访问 主要就是希望货能够出得去嘛 人能够进得来 但是我们来看到有媒体就说 因为有引发一些争议 有人问说这一回是不是陆方希望访问团能够推动国安无法的修订呢 当然国民党已经立刻发布了这个新闻稿澄清 表示说这是不实的讯息 党团所提的每件修法 都是以台湾的主流名义作为依规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文旅部呢 除了对台湾示出善意之外 恢复福建的居民到马祖去旅游 另外呢包含这个二十个试点城市也都可以补发 或是焕发包括赴台证在内的出入境的证件 全程都可以上网申办 另外一个部分大家也都在关注的就是没有金门 主要就是因为呢这个渔船案卡住了 好现在这个地方到底该如何解决 对金门跟马祖的话 因为金门就是因为惊吓水域的事件 那个撞船到现在为止还没解决 还在停滞当中 那现在的话那当然就是以马祖 但是刚刚亮哥讲了 因为马祖毕竟小 马祖总共加起来 总共只有30平方公里 而且它分南竿北竿东西西竿是分散的 它不是说30平方公里还是系在一起 不是它是分散的 那这样子平潭或者是福建的游客要到马祖去 马上就饱和 因为马祖的居民也非常少 只有一万三千个居民而已 那这样的话它一上来的话 它整个就变成旅游饱和了 那就变成这样 还有一个它距离又近 那个最近的跟马祖跟福建最近的 也只有9公里10公里不到 你旺就旺到就看到了嘛 那这样人过来交通成本非常低 时间代价也非常短 因为一下就到了嘛 所以游客会多 不过得马上就饱和 那这样子的话 那马祖人就要负责数钞票就好了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 一定要大买特买嘛 马祖巴巴坑到老九 每一个人拎两瓶 来个一万个人 每一个人拎两万瓶就回去了 就变成这样子 那马祖的这些淡菜 马祖也有些名产 淡菜还有季光饼 他们都会尝 那个导致做不完 淡菜 淡菜捞不完 因为大家都要吃 你要赶快把淡菜统统上吧 那季光饼大家都做到 手都发酸发麻了 都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上岸就是吃就是光光 光光就是吃跟逛嘛 那逛就那么小 那大家都吃 变成这个状况 黄鱼黄都吃光光了 整个都 鱼不够了 就这样子人那么多 对不对 变成这样子 变成独厚马祖 变成这样 那会造成 那叫金门一看 你赶快有一个政府压力 不然我 你看到马祖赚那么多钱 荷包满满 在那边数钞票 那这边的话都没有 变成这个状况 变成那边很热 这边冷 那同样金门马祖 这个状况 那我又认为 他的亮哥也讲得很清楚 那政府他有他的看法 就跟这个小董刚才讲的 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 就是说民进党对这个民主 没有自信 民主应该有自信嘛 跟大陆直接往来嘛 要有自信啊 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自信 要防这个防那个防那个防那个 没有自信 感觉不能让台湾的百姓民众 知道大陆的现况不可以 因为你知道这心向往大陆去 会变成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没有自信呢 是要加紧建设 会变成这个样子 民主党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现在 他为什么要自我防护 因为自信不够 如果自信够就全部开放 让你来看 让你来检视 让你来参观 让你来来这边实际的体验 不要怕 结果不是 他防东防西 没有自信的才会防东防西嘛 游抱琵琶嘛 没有自信的 就是这个状况 那我们现在看 现在包含这个 马祖的战地文化 马祖以前我们知道是个战地 对 他们也刚好 这个观光记忆 大家也刚好 实际上花小钱 看一看 到底战地状况如何 那这样的话 对马祖的 我们有马防布在那边 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你变成透明化了 你就那么多 你就那么大 人就那么多 就那么少 那一看实际情况就这样子 那平常的时候好像 看起来好像有 这个有声有色 实际上一看 不过二 会变成这个状况 那我们的事情又不够了 那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 是不是表面功夫做多了 那你实际的内涵 是不是不够 变成这个状况 然后中国大陆平民示好 造成政府没办法接招 因为怎么办 你文旦 那文旦的话 我们知道以前那照片 文旦整个 到最后我们全部自销 全部倒掉 变成做肥料去了 变成做堆肥辣 变成这个状况 因为台湾就是那么多 你要吃文旦 就是销量就是那么大 你一个人多吃一个 就不得了了 每一个人 像我过中秋节 我一个吃 大概吃20个文旦 我一直在吃 还是不行太多了 你怎么吃呢 你不能骂 文旦又不是说 你吃橘子可以吃多一点 文旦就是你 销量是有限的 每一个人每一年 中秋天能够像我一样 吃20个文旦的 毕竟很少 吃一两个差不多 怎么会像我一样 吃20个文旦 变成这个状况 往大陆去 你看包含南部的 这么多的重文旦 那一看文旦可以卖大陆 就不像将来要 这个六块钱一斤 收购 然后丢在那边当堆肥 就不用了 那可能卖的价钱更好 30块40块 那价格涨了五倍 五倍八倍都有可能 变成这样 中国大陆这些 它软得更软 它会把这些 你的农货也好 迂货也好 开放观光也好 那现在我们看花莲 花莲震灾 它是我们讲灾区 灾区的话将来的 多少人退房 饭店 饭店没人要去 因为大家要去地震 可能更需要观光来提振 那如果哪一天的观光给开放 陆客一来 那花莲整个就繁荣了 因为大家都是 花莲你能够去几次呢 对不对 你台湾的观光客 毕竟数量是有限 消费市场也就有限 那如果大陆一过来 享受这个国家 太鲁阁风景区之美 花莲的这种鬼斧神工 还有花莲的这些 在地的这些美食 大家可以来 那这样的话 观光客络绎不绝 那这样的话 刚好把这个灾区 重生重建就出来了 生机就蓬勃就会起飞了 那是要靠哪里 不能光靠台湾 因为台湾毕竟市场小 要靠陆客 那这样子 但是问题 民进党他会吃味 你这样的话 变成国民党得分 变成他就吃味 他吃味 他就会百般阻挠 他在一吃味百般阻挠 他就拿一些来卡 变成这样 那我认为这是 没有自信的另外一种展现 我认为要调整 应该要调整 太阳心全校客废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